大家都有的四个致癌大王 第三点 很多人忽视了 耽误您一分钟 不要滑走 我是杭州市肿瘤医院 副主任医师 徐伟医生 人人都怕癌 一提到癌症 大家脑子里都会出现什么呢 化疗的痛苦 家庭的破碎 分离的苦难 这些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俗话说得好 想要对付敌人 就要了解敌人 其实每个人的体内 都有癌细胞 癌细胞是否能够发展成为癌症 与我们的生活习惯 健康习惯 饮食习惯等等 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做好癌症的预防 是我们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首要任务 今天我告诉大家 生活中常见的四大致癌大王 要想不得癌 多看几遍 一 吸烟环境 香烟是一级致癌物 80%的肺癌跟吸烟有关 包括一手烟 二手烟 如果你有肺结结 或者肺癌的家族时 一定要减少接触吸烟的这个环境 二 长期过量的饮酒 很多人认为 适当的饮酒 有益健康 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酒精也是一级致癌物 长期过量的饮酒 在体内的致癌性 遍布全身 从口腔癌 食果癌 乳腺癌 甲状腺癌 肝癌以及胃癌等等 第三就是亚硝酸炎 亚硝酸炎是一种常见的致癌物质 它通常存在于腌制的食品中 比如说腌肉 腌鱼等等 亚硝酸炎在体内 它会转化成亚硝酸胺 这种物质 对于人体的DNA会造成损害 从而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 第四个就是黄曲霉素 没变的食物 再心疼 也要抓紧的扔掉 否则会增加肝癌的发病风险 很多人说高温能杀死细菌 发霉的食物蒸煮一下 或者油炸一下 不就行了吗 大错特错 研究显示 黄曲霉素在280度的时候 才能够被破坏 而咱们日常烹饪的温度 远远达不到 您都听明白了吗